打个电话跟他报平安 在远景温情关怀下 这名年轻男性住客瞬间敞开新房 不过一查之下 赫然发现他是通报中的失踪人口 男子满头雾水 原来他前天跟家人吵架 愤人离家出走从南部北上 但不知道家人已经把他通报为失踪人口 远景除了开导男子 跟家人要理性沟通 避免争吵 也建议先跟家人报平安 让家属放下了心中大石 也感谢警方帮忙找回家人 平安回家团圆 警方强调 今年为安工作已 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 为工作主轴 另外也纠正很多民众 有着失踪人口 需要失踪满24小时 才能报案的错误观念 强调应该要把握 协寻黄金时间 尽快跟警方报案 避免可能的汗事发生 记者顾参永 在被采访报道 如果您这屁吗 也在入阅至于